荒轰 猛炸 再轰炸 一大清早 太阳才刚出来 从右到左 放眼望去 里巴的南部到处都是炸后延误 以色列的空袭甚至直到首都贝鲁特郊区 空袭当下 直击民众怕的声音都在颤抖 尤其整座城市 持续被轰炸 造成近500人丧命 超过1600人受伤 已经成了自从以色列18年前轰炸里巴嫩后 伤亡最严重的一天 以色列军方也发出声明表示 他们过去24小时 在里巴嫩境内空袭了超过1300处珍珠党目标 只不过已经这波所要打击的目标人物 珍珠党资深领袖之一的卡拉奇却逃过一劫 一军从早到晚打击里巴嫩 珍珠党同样对以色列北部展开回击 但一枚一枚火箭弹还在空中旧爆炸 一军防空系统铁穹不断拦截 以色列北部上演演火秀 不过当局还是发布警报 呼吁一国居民撤离边境 就怕珍珠党随时进一步反击 TV新闻做不到 里巴嫩南部沿海城市赛达 主要高速公路塞满车潮 车流绵延好几公里 车上载满家档还不断按喇叭 这些全市正在撤离 准备逃往里巴嫩首都贝鲁特的居民 逃难居民有的无奈 有的激动不已 因为以色列扩大规模攻击 呼吁里巴嫩居民撤离真主党据点 南部居民不得不北逃 贝鲁特一间学校变身收容所 有入大批逃难民众 对于以离的局势迅速升温 联合国表示非常震惊 但目前似乎还是没有解决方案 以离持续护红 最新一波攻势 带走将近500条人命 法国也在联合国大会上 呼吁双方保持冷静 尽管加萨的停火协议卡关 美国仍然乐观 对停火抱有一丝希望 但依照目前的局势来看 以色列似乎没有打算收手 战火恐怕会持续燃烧 TB新闻总和报导 以色列礼拜天不只拦截到大量真主党火箭弹 也发现有伊拉克无人机想偷偷入侵 从深夜到白天 以色列铁穹系统忙得不可开交 因为真主党又在一天之内 朝以色列北部发射大约150枚的火箭弹 巡异飞弹和无人机 以色列有监视器拍下炮弹落下瞬间 当场造成街道旁车辆烧成废铁 地点就在海法的比亚利克村 另一个边境城镇也有车辆房屋受到破坏 真主党随后宣称展开 以哈战以来最深远的一次打击 锁定以色列北部拉马特大卫空军基地 和海法的拉菲尔军工企业公司 也不看得到那些大约 他们是 Hezbollah用了 FADY-1和FADY-2的超级防御弹 这是第一次用过这个大约 真主党还出动先前都没使用过的 中程飞弹攻击 毕竟先前BBCO 對獎金連環報這筆帳 都還沒跟以色列算 真主黨第二號人物卡西姆 也真的喊出將進入清算之戰 但一個連通訊都搞不定的組織 真的能順利報復敵人嗎 有很多的沉默 在那些兵力的社會 Bedman Wiedemann的報告 是很興奮的 但我推薦 Hezbollah不會有很多的行動 所以我認為我們會看到 Hezbollah的行動 而是以色列的行動 美軍退降斷言 真主黨被滲透將無法快速反擊 而以色列卻還有能力趁勢追擊 The Hezbollah terrorist organization has turned Southern Lebanon into a battlefield This is a village in Southern Lebanon Hezbollah stores, cruise missiles, rockets, launchers and UAVs inside civilian homes 以色列製作精美動畫 說明真主黨如何將武器藏在民展裡頭 另一段偵察影片也拍下真主黨巡弋飛彈發射器從建築一側外漏 以軍則搶在真主黨發動攻勢前先發智人打擊 但現在最令人擔憂的是以色列發出的這段警告 以色列呼籲黎巴嫩南部民眾馬上疏散到距離真主黨設施距點一公里之外的距離 一離之間全面戰爭風險正在快速升溫 您擔心中心的緊急 您擔心中心的緊急 是的 我擔心 但我們會做任何我們能力 以防守更大的戰爭 我們還會堅持強 內國總統拜登一臉憂心只是種種跡象都顯示以色列有不惜一戰的決心 包含提高北部地區的警戒級別將住院患者轉移到地下 以色列先前也被發現開始往北部調兵 整個邊界地區佔於密布逼的美國下達通牒 要在黎巴嫩的公民也趕快撤離 黎巴嫩激烈交火地區的城市學校宣布停課 以色列這一年來形同五面作戰 除了面對加薩哈馬斯和黎巴嫩真主黨的威脅 還有伊朗其他地區的代理人虎視眈眈 包含夜門胡塞組織以及伊拉克和叙利亞的民兵 都曾發動攻擊威脅消滅以色列 周末夜門胡塞組織甚至高調舉行佔領首都十周年紀念 現場又出現大批士兵持槍踏步嗆聲意味濃厚 整個中東局勢在伊哈戰後亂上加亂 平火的曙光看來遙遙無奇 編新聞綜合報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